今天师傅要给体重将近一吨半的夏尔玛修提 先把它提甲底部旧的指甲敲掉 由于夏尔玛的提甲要比妮可的指甲硬很多 所以敲不掉的地方只能再用钳子给它夹掉 再用刮刀把三角叉凹槽里的角质全部刮干净 提甲底部的轮廓就已经出来了 跟妮可的角质差不多就是比它的厚 师傅再用刮刀把脚底面崎岖不平的地方刮平整 再用指甲剪把蹄子底部多余的指甲剪掉 看师傅这力道就知道夏尔玛的指甲到底有多硬了 用搓刀给脚底脚边打磨平整 再给脚面来个抛光把脏的地方打磨干净 看这一地的碎屑你就知道夏尔玛的指甲到底有多厚了 磨完了感觉干净多了 这批夏尔玛的肩膏有一米八多 身高将近两米五 体重更是达到了1300公斤 如此的庞然大屋修提更是要两个师傅共同完成 夏尔玛以其随和的性情而闻名 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马种之一 它的复合能力也是惊人的 可以拉动五吨的重物呢 夏尔玛的体铁一般都要比其他马尔的大很多 修完了师傅给体甲表面擦上一层护体油 这样是为了保护指甲防止冬天不容易体裂 好了结束了师傅把它拉回马房